掌声欢迎她入场 接下来是来自湖北的39岁全职妈妈戴月 虽然没能赢得导师的转身 但也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因为其实我是奔真你来的 我的小心脏稍微动了一下 现在杨坤 余成庆 刘欢队伍已满 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纳英老师的身上 这次他能如愿吗 今天我再次登上这个舞台 说实话我心里是有高兴也有紧张 当然我希望这一次有一位导师为我转身 这一次我一定要实现我的印象梦想 阿坤 你看杨坤又开心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她 你看杨坤又开心了 你要相信 我的情意 并不假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 我的心里没有她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她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她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 只要你才是我梦想 只要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心里没有她 自从那天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到家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到家 来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 只怪我当初 只怪我当初没有把你留下 ة子 对着你把心里 真的 对着你把心里 这你才叫我牵挂 我心里没有他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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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玉老师 蓝玉 蓝玉老师 你怎么那么顾虑啊你 没有啊 你欺负杨坤的朋友 对 因为我知道 他喜欢杨坤那那那种风格的 所以我刚才听也是很欣赏的听 对 你你 又回来了 哈哈 年轻漂亮的妈 哈哈哈哈 是是 对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哦 对对对 哇 又有一次机会站到台上 是是是 来 把你的心情说一说 我来的目的 呃 还是我以前说过的 还是来看杨坤的 哈哈 我跟你讲 你看他他这个年轻妈妈就很明显 他很欣赏杨坤老师 所以他有一个 情绪寄托在身上 唱起来是特别 有能量的感觉 你知道那天 有你的那期节目播完了以后 你在网上有多火吗 现在 我真的还没有 很少去网上看 很火 好多人都知道他 知道他的同时知道我 哈哈 你是附带的 杨坤老师我 我插一句话可以吗 对 你不会又要跟他唱歌了吗 我没有这么贪心的 呃 我只想问一下 在您的32场 就是64场演唱会里面 有没有一场是留给我的 如果你想来 每场都有你 哎呦 等一下 是让他坐台下 还是在台上 跟我一起 二人对唱 我说到做到真的 我现在觉得杨杨坤的32场演唱会 他基本上已经不用他自己唱了 对呀 马的那人已经都马了 所有都是嘉宾 他最后出来说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了 他的亲心态 非常的值得大家学习 没错没错 作为一生 妈妈这么的快乐 希望还能有机会再看到你啊 一定会的 在杨坤的演唱会上 再一个结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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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下 但月 最终还是未能在这个舞台上 实现他的音乐梦想 但这个有着美丽笑容的全职妈妈 赢得了今晚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祝福她 感谢